保罗在《铁撒诺利加前书》第五章说 劝勉教友在行为,举止方面要像圣徒一样 他借着列举的圣徒应有的品性 在第十九节,保罗已简短了一句话,劝勉教友 不要消灭了圣灵的感动 有趣的是,早在保罗写下书信的五百年级前 摩尔门经理有位名叫雅各的先知 就努力向一群顽强的人民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直率勇敢地问他们以下的话 看啊,你们要拒绝这些话吗? 你们要否认基督美好的话 否认圣灵的恩赐,抵挡神圣之灵吗?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和雅各和保罗相隔许多世纪后的今日 我们也必须当心不要在生活中阻碍、忽视或消灭圣灵的感动 世俗不断地向我们招手 力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使我们偏离那窄而小的路 不论我们是青少年、年轻成人或成熟男女 敌人都想尽犯法要使我们对圣灵的提示感受力变得更迟钝 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 圣灵的角色是时时不可或缺的 从太初起 天父就应许他的每位灵体儿女 透过他爱子的赎罪与复活 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 继承在高荣国度里最高层的永生祝福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通往超生的旅程 既漫长又艰辛 而且有时候会感觉到孤单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需独自行走 凡达到信心、悔改及洗礼等资格的人 天父会赐予圣灵 作为同伴与指引 通往永生的道路 不是一条平坦大道 而是一条持续向上的上坡路 因此 如果要抵达目的地 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增进灵性理解力与力量 由于撒旦不断地施展其邪恶势力 因此 持续获得圣灵的启发与指引 就变得极为重要 我们不敢阻碍 忽视或消灭圣灵的提示 然而 我们在生活中 往往没有充分运用来自圣灵的提示及祝福 而为善家利用自己的这些特权 摩西在《无价珍珠》中记载 亚当在受洗及接受圣灵之后 祂的内在复苏 如果我们邀请圣灵将光和知识注入我们的心思中 祂便会使我们苏醒 也就是说 圣灵会启发并唤醒人们的内心 因此 我们会注意到自己的灵魂有了显著的不同 我们会觉得被强化 充满平安与喜乐 我们会拥有灵性力量与热忱 而这两者都会增强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 我们能够成就的事 比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能成就的更多 我们会渴望成为更圣洁的人 你们是否想知道 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才能享有这些随着接受圣灵而来的特权呢 这代价不是一笔事先算好 或固定不变的金额 这代价是由我们个人所决定的 你们若把自己要付出的代价 也就是你个人的努力 定得非常低的时候 那么你们就可能无法获得圣灵提供的所有祝福 你甚至可能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然而你若把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定得很高 那你就会得到来自圣灵的丰盛酬场 我所指的代价不是金钱 而是个人灵性的努力与行为方面有更大的决心与付出 只要检视我们目前对以下问题的优先选择顺序 就能够知道我们个人目前付出的程度 这些问题包括了 我花在运动的时间 是否比参加教会聚会或从事召唤的时间更多呢 如果有一天空闲的时间 我会选择去圣殿或是去逛街购物 我是否花很多时间玩电动游戏或上网浏览 却没有为家人或社区里的人提供有意义的服务呢 我是否经常看报纸 却很难每天读经文呢 不论我们每个人目前的灵性培养到什么程度 我们永远都有能力在向上提升 时间是一项极为宝贵的资产 你是否愿意投资更多时间在永恒事物上 以获得圣灵经常为伴 并充分享有接受圣灵的影响所带来的益处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追求更丰富的灵性所要付出的第一个代价 就是要有更大的渴望 想获得更多的启发 变得更圣洁 当我们心中满怀这样的渴望时 便会热切付出更多的代价 来争取天上的帮助 我们要为此所付出的第二个代价 就是要花更多时间认真研读基督及众先知的话语 如果我们研读的功夫下的身 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影响力便会更增加 让我们拿起笔来研究经文 把心得及获得的灵性提示写下来 然后我们要努力将所学的事 学到的事情应用在个人的生活中 圣灵会使我们的内在苏醒 新的理解力会训上加训地到来 为了确保我们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并邀请他同在 还需要采取一个步骤 我们要不断地热切祈祷 教义和声乐中 记载了救主这项柔和 而且涵盖一切的应许 靠近我 我就靠近你们 请勉寻求我 就必找到我 扣祈求你们就得到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只要是合一的 都必赐给你们 请注意其中的顺序 只要我们切实遵守救主的诫命 就会与他更接近 我们奉基督的名热切 恳求天父 然后透过圣灵的提示 就会获得神圣的指示 和清晰的理解 当我们进食 在圣餐仪式中 更新所立的圣约 以及常去圣殿时 我们就会更容易接近圣灵 在这些情况下 圣灵会发挥极大的力量 来展现他的影响力 圣殿是寻求 个人歧视的绝佳环境 如果我们尽可能 尝去圣殿 并用心倾听 会在离开圣殿时 对天父为我们安排的计划 有更深入的理解 圣灵会扩大我们的视野 并使我们具有永恒的眼光 去做日常生活中的决定 只要我们做这样的努力 而且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的内在便会苏醒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永生便指日可待 因此 我们不敢因不服从或忽视 而消灭圣灵的感动 反而会更常让圣灵 在我们的生活中 发挥起神圣 且不可或缺的功效 我见证 只要我们真心寻求圣灵 我们会从圣灵所发挥的 默默重要功效中 获得更大的注意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